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声乐老师,康老师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声乐终极,艺术歌曲第十二讲 今天我们的艺术作品是 《跑马溜溜的山上》,也就是康定情歌 今天我们将要学习两个技巧点 第一个技巧点呢,就是我们如何 打开我们的喉咙,建造我们的房子 里面的房子 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如何让我们的气息保持对抗 这两个主点 好,那我们就逐一的来进行我们的学习 第一点,打开喉咙,建造好我们的房子 此时我们知道,一个好的音乐厅呢 还有一个好的音响设备 那这个音响设备呢,出来的就是说的这个喇叭 它有一个最佳的位置 它的发声点,它出来的声音最好听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也就是我们的发射点 我们的口腔这个地方 一定要把这个房子呢,要建造好 我们以前说过,关于我们半打哈欠 你看半打哈欠的时候 一定要持续这个牙关 然后这个牙关里面呢,我们不光是开始的打开 而且呢,你在练习过程当中 包括你在咬字,你在唱歌的时候 是一种积极的不断的去打开 积极的不断去打开 有句话叫做,不进则退 所以,您在这个位置保持的时候呢 要实时更加的保持 积极的保持 要持续进行的保持 不是说刚开始的时候 啊,后面我就不管它了 不是,它也是一样 积极的保持住 好,我们今天的练声用的是 三个音,所以我们再用一个打哈欠的状态 啊,记得 第一个,啊,还要不断的去把这个加强 啊 所以不断积极的 眉声 缩是打开的 米也是更积极的去打开 然后 terror也是积极的打开 好,我们再 声音个调 所以呢 始终你这个房子 这个质量 它不光是好的质量 而且在经历这个气息 还有包括你的唱这个咬字的时候 还是一样依然非常的坚固 保持住 每次咬合一样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技巧点 第二个技巧点 就是保持我们的气息的对抗 这个气息的对抗呢 我们要运用到这首康定情歌 这首歌曲呢 它是基本上没什么高音 它都是在保持 在一个位置点里面 所以我们在这个横格摩气息当中 就是保持一个劲 不要去推 不要去加 要不要去缩 就是保持一个对抗呢 力量就可以 我选用的 练声曲是 Do Si Do Do Re Mi Mi Fa Mi Re Do Si Do 我们用一个 E Yo 好 我们建立在刚才第一条技术上 打开欧龙 你这个房子呢 还是一样 齐齐保持打开 每一声里面 每一声都是在 把哈欠的感觉 每一声在这里面 持续持续持续 所以你这个力量呢 这个地方保持 不懂 保持不变 不要去推 一点加的力量都不要 所以这个力量呢 一点都不要去推 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持续保持 平缓过去的一个力量就够了 就是很平缓的一个大小均衡的力量 好 我们刚才这两个练声 一个 打开喉咙云端中 建立好您的房子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保持气息的对抗 不要加劲 好 那还是一样 我就把这首康定情歌 唱一小段给您听 这是来自四川的民歌 我唱一段给您感受一下 好 猫猫猫猫猫的山山 雨端猫猫的雨 端端猫猫猫的照 在空地猫猫的春有 雨了我爱我爱 这里呢 它有四段歌词 我们分别把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两点都用在里面 那我们第一段部分呢 就用我们一个打开喉咙 建立好我们的房子 你看 记得吗 哈欠 你记得你里面那个房子呢 始终是保持始终是一种积极的 都是随时都是在打开 有股力量随时在保持它 提醒它都要打开你的牙关 好 它们流流的山上 一朵流流的雨 又打开 断断流流的照 在空地流流的春有 你看 您当这样牙关 这个口腔 您这个房子质量非常好 在这保持时候呢 它的声音是非常的痛 而且这个声音它本来就不高 但是越是不高的声音呢 这就越能够把您的自然身躯 把您这个中身躯这一块 很好的发挥出来 好 进入第二段 第二段呢 我们就用一个气息保持对抗 当然建立在第一点的基础上 打开喉咙 第二点部分呢 你的气息记得不用去推它 就是一个缓缓缓缓流水流淌出来一样 一家溜溜的那几人才溜溜的好友 张家溜溜的那个 看上溜溜的才有保持 一两万万保持 看上溜溜的才有 顺点你的气息保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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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它 好 接下来我们用第三段 把这两点都同时 很好地结合起来 一个牙关 喊住打开口腔 然后加上你的气息去推它 就像流水一样的流出气息一样 第三段 一来溜溜的看上人才溜溜的好友 二来溜溜的看上回答溜溜的加油 好 这首作品 它是不是很难的作品 就是一个比较初级到终极之间 这样一个阶段 但是它对您的嗓子声音 这一块还帮你腔底的保持 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 好 接下来我们来到最后一段 第四段 第四段部分呢 最后的一句它有一个翻高八度 我们就用翻高八度 里面去表达它 好 也是加上您的第一点 哈欠 打开哈欠 每一句呼吸之间都是这个房间 都要保持 每一个字与字之间的音 都要保持这个房间 然后在气息当中去推 不要用过力 因为这首歌本来就是一个很抒情 很美 这是一个少数民族 心情很愉悦的一首歌曲 那我们看第四段部分 是滴流流的女子 任我流流的爱哟 是滴流流的男子 任你流流的旧游 最后一个八度 最后一个八度 好 最后那个音 还是一样建立在您的房间位置当中 然后呢 气息保持 在最后那个音的时候呢 再加 再加一个力量 什么力量呢 就是在这个保持当中 再出来一点 就更加的去控制 不是说叫你不许往前冲 就是一个更加的控制 记得位置先行 把那个位置找到 然后再推声音 这个音就容易上去 好 最后一句我们再来一次 月亮我爱我爱 好的 以上呢 这四段就是用上我们的第一个打开喉咙 建立好房子 第二点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气息的对抗 不要再加其他很多 呃 灼劲在里面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 康定情歌 这首声乐终极的作品 好的 我们就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教学视频 欢迎您点赞及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呢 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接下来的精彩的内容了 我们期待下一次的再见 好 拜拜